好香哦,尼宝,你在吃什么? 上课上到肚子饿了,我刚刚用外送平台叫了一碗混沌汤跟一杯珍珠奶茶 尼宝,热汤不能用塑胶碗装啦,更不能这样拿去微博 为什么?这是我请店家提供的,大家不是都这样装的吗? 你忘记我们才刚刚看完环境荷尔蒙有多恐怖吗? 而且,你确定这个塑胶是可以微波的吗? 哇,对耶,我应该从家里带便当盒来装的 但是,这样我就浪费了一个塑胶碗 对啊,你知道COVID-19疫情期间,全台湾的垃圾量爆增,而且突破纪录吗? 我们平均每人每年会产生22.2公斤的厨余和417公斤的垃圾 你知道这样加起来有多少吗?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,这些垃圾会去哪里呢? 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放吗? 就是快要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如果垃圾持续增加,每年妥善处理的垃圾比率持续下降 再这样下去,很快就要被垃圾淹没了 对住在台湾这座小岛的你我来说,垃圾减量是大家都应该要重视的问题哦 我以后会少叫外送的,那已经产生的垃圾要怎么处理呢? 不用担心 跟着环保署推动的绿生活行动 让我们一起从日常生活落实节能减碳 建立起友善环境的生活态度 让环保与经济迈向双赢吧 快来认真听老师的介绍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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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